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号在湖北武汉开幕 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 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事 今天是武汉军运会倒计时100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军运会筹备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中国新一轮军队改革 整合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资源 成立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 为备战参赛提供有利保证 中国将参加本届军运会26个大项比赛 目前武汉军运会已累计收到 105个国际军体成员国 10719人正式报名信息 军运会是世界军人的奥运会 前六届我军获得奖牌总数 四次第二名 两次第三名的成绩 本届军运会 截至目前已有105个国家 报名参赛 据介绍 本届军运会的38场测试赛 正在顺利推进 涵盖全部27个竞赛项目 目前已完成男子篮球 摔跤等18场测试赛 场馆建设全面完工 全部场馆建设改造 仅用27个月完成 被国际军体联誉为中国速度 目前35个军运会场馆 已经全部完成建设和维修改造工作 并且经过竣工验收 具备了办赛条件 为了充分体现节俭办赛和惠民的理念 35个场馆中 有17个是通过维修和改造提升 来加以完善的 再后也将对社会开放 继续发挥作用 我手中拿着的是 武汉军运会的吉祥物 它是一个举着火炬的 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巡的形象 而本届武汉军运会的火炬船地 将于8月1号 在江西南昌采集火种 并在中国27个城市和16个部队站点 接力传递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